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胆固醇水平过高 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是甘油三脂 甘油三脂过高跟心脑血管疾病的联系非常的紧密 也常常跟内脏脂肪、二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同时出现 那么甘油三脂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的范围是正常的?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降低甘油三脂的八个方法 大家好,我是莎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甘油三脂其实就是一种脂肪 主要是我们储存多余能量的一种形式 当我们吃进来的食物比我们实际所需的能量要多的时候啊 身体就会把这些能量打包成甘油三脂 储存在我们的皮肤下面 这就是皮下脂肪 或者是内脏周围 那这就是内脏脂肪 在我们能量不足的时候 甘油三脂就会被释放 也就是燃烧脂肪的过程 甘油三脂是不溶于水的 我们的血液当中 甘油三脂其实并不能自由的流动 它要乘坐一种小船 那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LDL 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很多人会把LDL跟胆固醇联系在一起 但其实它也同时承载了甘油三脂 我们在食物当中呢 也是会吃到一些富含甘油三脂的食物 主要是油脂类 比如说橄榄油 比如说肥肉等等饱和脂肪 那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是被消化的 消化之后会成为各式各样的脂肪酸 被使用掉 那如果说它们过多了 也会被重新打包成甘油三脂的形式储存起来 但其实如果我们吃了过多的 比如说碳水化合物 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把它打包成甘油三脂 储存起来的 正常来讲 血液检测就能够检测出你的甘油三脂水平 虽然说不同的地方对于正常甘油三脂范围的认定 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但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就是美国的妙幼国际诊所 它们对于正常甘油三脂的范围呢 是小于150毫克每分升 或者是1.7毫摩尔每升 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 比如说在150到199毫克每分升 或者是1.8到2.2毫摩尔每升 就属于甘油三脂偏高 如果在200毫克每分升 或者是2.3毫摩尔每升以上啊 就是甘油三脂相对比较高了 如果说甘油三脂比较高 意味着什么 最简单的呢 就是意味着你身体的能量过剩 太多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能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为甘油三脂是不应该毫无目的地游离在血液当中的 高甘油三脂通常和一些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说动脉硬化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 代谢综合症 还有一线炎 心脏病 甚至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都和比较高的甘油三脂水平相关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降低甘油三脂水平 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降低血液当中游离的甘油三脂呢 第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就是低碳生酮饮食 很多人说低碳生酮饮食不是要吃很多脂肪吗 那这些脂肪当中包含了甘油三脂 是不是会增加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脂水平呢 有这样一篇研究就针对此事啊 找了40名受试者 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超重 那把它们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吃的就是低脂肪高碳水饮食 第二组吃的就是低碳高脂肪的饮食 但是他们的食物是热量完全一致的 那还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吃高脂肪饮食的这一组 他们吃的脂肪是另一组的两倍 那其中饱和脂肪是另一组的三倍之多 在12周的时间过后呢 就去检测他们的甘油三脂水平 就发现低碳高脂肪这一组的受试者 甘油三脂水平平均来讲是另一组的一半 也就是说减少了碳水化合物增加了脂肪 甚至增加了饱和脂肪 反而让他们的甘油三脂有所下降 这里面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碳水化合物会刺激胰岛素的出现 而胰岛素是促进身体储存脂肪的一种激素 也就是说胰岛素会让身体把能量 变成甘油三脂储存在 尤其是在内脏周围 反而当你减少碳水 也就减少了胰岛素的分泌 你虽然吃进来很多脂肪 但身体也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脂肪来供能 那身体这种从葡萄糖转化成 铜体或者说脂肪供能的方式 就让这些甘油三脂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也就是被燃烧掉了 你就不会在血液当中检测到那么多 毫无目的的甘油三脂了 第二个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选择好检测的时间 一般来讲我们需要空腹10到12个小时以上 再去检测甘油三脂水平 如果说你在进行生酮饮食 但是没有在空腹一段时间之后去检测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吃进来的脂肪比较多 你血液当中的甘油三脂会有个暂时的上升 那第三个帮助减少甘油三脂的办法呢 就是多吃单一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特级出炸的橄榄油 虽然说生酮饮食的人会吃非常多的饱和脂肪啊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自己的甘油三脂水平的话 单一不饱和脂肪酸 就这一种东西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控制甘油三脂水平 有这样一篇研究发表在2013年 找了同样两组受试者 给他们几乎同样的饮食 唯一不同的就是其中一组受试者吃的是冷压出炸橄榄油 另外一组受试者吃的就是普通的用油 仅仅是油的种类不同 用橄榄油的这一组受试者 甘油三脂水平就减少了12%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方法 第四个控制甘油三脂的办法呢 就是多吃Omega-3脂肪酸 Omega-3脂肪酸在很多草寺的肉类 高质量的冷水鱼类和一些坚果当中是大量存在的 那有研究显示Omega-3脂肪酸可以帮助你减少甘油三脂的水平 第五个方法呢 就是耐力运动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去多做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用来减少甘油三脂的水平 这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能把运动的心率达到65%到70% 最大强度心率 其实和高强度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稍微长一点的一段时间 那有研究显示这种耐力运动能够非常好的帮助你减少甘油三脂的水平 第六个值得注意的降低甘油三脂的办法就是减少酒精的摄入 有这样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服用了30毫升的乙醇酒精 但是是溶解在水中的 大概相当于两杯含有酒精的饮料 之后对他们的血液进行了检测 发现他们的甘油三脂水平上升了52% 仅仅是这样的两杯酒精饮料就造成了甘油三脂的剧烈浮动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肝脏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当我们在摄入酒精的时候 肝脏必须先去处理酒精 那也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打包帮助分解这些甘油三脂了 会导致血液当中游离的甘油三脂水平增多 所以其实酒精是会影响肝脏对于脂肪的代谢的 同样的道理 第七点就是要减少甚至避免果糖的摄入 果糖和葡萄糖的区别就在于果糖是只能经过肝脏去代谢的 在你喝了一大杯果汁或者喝了富含果糖的含糖饮料之后 你的肝脏也是被迫必须先处理果糖 那也会影响肝脏对于脂肪的代谢 导致血液甘油三脂的水平上升 最后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可以补充姜黄素 有这样一项研究是在健康的中年受试者当中进行的 把它们分成两组 一组补充低剂量的姜黄素每天80毫克 另一组服用的是安慰剂 在四个星期的时间之后 对它们的甘油三脂水平进行检测 那就发现服用姜黄素的这一组中年人当中 甘油三脂水平有明显的下降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八个降低甘油三脂的小窍门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